眼前这个酷爱拔惯的男人 得了一种怪病 只要一闭眼睡觉 就会梦见恶鬼缠身 夜不能寐 请来当地名医治病 对方却不敢担保可以治愈 男人便当场杀了他 此人便是段祺瑞爱将严司令 他命令副官将全城的大夫都抓来 只要治不好自己的病一律枪毙 保定城的医者听闻纷纷逃命 严司令又下令悬赏 举报大夫的就赏三块大洋 被抓的大夫无一幸免军遭鼓手 此时正巧碰上草一文三块赶路上京 他路过保定时听闻了此事 便向住店的掌柜打听 掌柜一听他是医生 赶忙劝他离开保定城 文三块却不以为然 反而让掌柜去举报他是大夫 这样还能赚点钱 很快文三块便被带到了司令府 严司令一听有大夫来 立马翻身而起 但文三块行医有个规矩 看病前要先付三块大洋号卖钱 严司令一听是先收钱再看病 以为对方就是个江湖游医 当即就要掐死他 文三块却解释道 凡是他收了好卖钱的 那就保证能治好的 他要治不好的 给再多钱也不会治 并当场打包票严司令的病能治 严司令一听这话 就赶紧给了三块大洋 文三块收了好卖钱 却表示不用好卖 直接就说出了司令的病因 说他是妻妾成群伤了肾 脾气暴躁伤了肝 肝肾两须羊气虚弱 再加上试杀成性 才会导致噩梦缠身 这一顿分析 让严司令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光用看的就句句都在点上 文三块让所有人都出去 房间里只留他和司令两个人 并且无论屋里有多大的动静 也不准有人进来 只见他将所有的蜡烛都吹灭 紧留下手上的一盏油灯 开始半鬼不断地吓唬严司令 又端来一盆凉水将其颇醒 随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恐吓 在一次次重复循环中 司令逐渐对文三块的惊吓习以为常 不再感到害怕 只剩下浑身的疲惫 爬上床倒头就睡 文三块就用这种以下指下的方式 成功医好了严司令的病 第二天一早 严司令就把文三块请到了司令府 见面之后二话没说 举起枪就对着文三块周围开了几枪 这可把文三块吓得够枪 责怪对方恩将仇报 严司令却大笑起来 声称只是为了报昨晚的惊吓之仇 他很是赏识文三块的医术 想要把他留在身边重用 还要赏他五千块大洋 但文三块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拒绝了严司令的好意 但碍于严司令一枪热情 便主动提出可以磕头败把子 于是二人结为了异性兄弟 听文文三块想去北平行医 严司令给了他一封介绍信 让他去找自己的好兄弟于世勋 于世勋是北平的警察署长 此时正为了能升任局长到处奔走 这次他来到了自己干爹车大吹的住处 告诉了干爹自己要竞选局长一事 当选局长的决定权握在王副厅长的手上 此次前来是想管干爹要典礼 投其所好送给王副厅长 然而车大吹因为一些往事 至今仍对于世勋心存怨恨 自己的亲女儿菊花与于世勋一起长大 两人青梅竹马情投一合 但于世勋为了坐上署长的位置 娶了堂署长的女儿 如今又说自己只要当上局长 就八台大叫地迎娶菊花 到时候车大吹就成了局长的老丈人 这话成功说服了势力眼的车大吹 他觉得这是个不赔的买卖便答应了他 这天于世勋和妻儿在桥上散步 看到菊花正好从一旁经过 于世勋便丢下妻儿追了上去 结果却在菊花之碰了一鼻子灰 晚上回到家后 于世勋把气泉撒在了自己妻子身上 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 第二天文三快也抵达了北平 提着些见面里带着介绍信 找到了于世勋 于世勋一看是严司令介绍的人 自然不敢怠慢 赶忙安排手下去庆风楼设宴 准备为文三快接风洗尘 趁于世勋回屋更衣的时候 文三快想要出门转转 正巧碰上了于世勋的妻子 此时的他昨晚刚遭受毒打 走路都得仆人搀扶 文三快想要上前看看情况 却被于世勋阻止 声称只是走路摔了并无大碍 随后两人便来到庆风楼 在酒宴上 文三快得知想要在北平行医 需要参加考试获取行医执照 而考试刚好归警察厅馆 要想顺利拿到执照 就真得有于世勋的帮忙 文三快赶忙上前敬酒 仆人却在此事赶来 说夫人上吊自杀了 几人连忙赶回了家 经过文三快的诊脉 确认了夫人已经香消玉允 夫人常年遭受于世勋家暴 早已不堪重负 文三快看着于世勋假惺惺的模样 心里对他的人品产生了一丝怀疑 等文三快走后 于世勋与部下商量 让他对外声称妻子是因为得了绝症 一时想不开才上吊自杀 第二天他就为妻子大办丧礼 这边车大吹也得知了消息 便劝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菊花自然不愿意直接转头走人 车母也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 眼看自己局长老丈人的美梦破碎了 还白搭进去一块虎谷 给车大吹愁得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大早刚从茅厕出来 嘴里刚念叨完虎谷 就突然晕倒在了地上 经过几名大夫的诊治 都劝车母赶紧准备后事 于世勋听闻消息赶忙找到文三快 希望他出手为车大吹看病 然而两人赶到的时候 车大吹已经入了恋 既然来都来了 文三快执意要开关看尸 车母便打开关盖 让他看了车大吹的尸体 文三快看过尸体后 当场打了包票 说自己可以救 但是要求先附三快大洋 菊花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不看病先收钱那肯定是骗子 当即和尚关盖打算放弃治疗 文三快见状赶忙让车母打开 不然闷一会儿就真没得救了 见车家母女不信任自己 文三快便当场说出了 车大吹的具体症状 并说她的下半身还存有体温 说罢就要打开关盖 一群人赶忙上前阻止 赶忙上前央求三快救人 于是勋也赶忙掏出三快大洋 文三快让人把车大吹抬进了屋里 对其进行了一顿行云流水的针灸 没一会车大吹还真活过来了 车家母女当场跪谢救命之恩 没想到这一来二去 车菊花竟然和文三快对上眼了 再加上车家重金相谢 文三快坚决不收 这让车菊花更加欢喜 然而刚死了老婆的于世勋 也打起了车菊花的主意 转脸就安排没人去车家提亲 怎料菊花是说啥都不同意 还以上吊威胁 结果嫁人的事虽然暂时搁置了 但自己的胳膊却怎么也放不下来 车家请了好几位郎中都没治好 直到文三快出手才治好了怪症 在父亲的逼迫下 在于世勋的催促下 走投无路的车菊花只好应下婚事 可就在办喜事的前一天 车菊花居然悄悄出门 一个人去客栈找到文三快 让他娶了自己 文三快一听这话 自然是当场拒绝 可车菊花早有准备 剑表白不成 便让文三快陪他喝酒谈心 等对方醉酒以后 在布置现场进行碰瓷 等文三快醒来 菊花便说他酒后乱性玷污了自己 文三快一时也猛了 菊花试探着又问文三快可否娶了他 文三快依然坚决不答应 菊花便气哼哼地离开了 可他前脚刚出门 于世勋就来了 说是邀请文三快去喝他的喜酒 而被拒绝的车菊花 以为文三快胆小怕事便打算认命 与于世勋拜堂成亲 于世勋和菊花成亲当天 文三快思来想去 还是跑去大闹了婚礼 阻止菊花嫁给于世勋 为什么 以为我已经是文三快的女人了 面对婚变 于世勋认为是车菊花不愿嫁给自己 所以才搞出这么一场闹剧 气得不行抬手就给了文三快一拳 一众亲朋好友也立马帮忙 都要抱揍这个插足的第三者 结果一个不小心 把来给于世勋证婚的王副厅长 推到了一旁的绿植上 老王只觉菊花一紧 一阵惨叫声 帮了文三快的大忙 于世勋和车菊花的婚事泡了汤 车夫对文三快恨得牙痒痒 只有车母心疼闺女 愿意将女儿嫁给文三快为妻 可心房和彩礼是一样不能少 我不能让我的闺女去跟你过苦日子 这有什么 我全答应 车母一看这小子答应得挺爽快 也就没再为难 可谁曾想文三快刚从车嫁出来 就被于世勋给劫了 拿起水果刀就要淹了文三快 不料文三快非但不害怕 还让对方给她的痛快 于世勋念在文三快是严司令兄弟的份上 便答应替她磨磨刀 然而文三快此举时乃缓兵之计 眼看刀已磨好 文三快立马开始鬼扯 一会爆料车菊花不嫁的原因 一会又剖析瑜伽风水 说于世勋的心房阴气太重 不信你住三天 保证你得外病 文三快说的跟真的一样 可于世勋又不是傻子 这种江湖骗话 他哪肯轻易相信 文三快当场立下赌约 如果于世勋在心房住三天却无事 可以立马将他活埋 他绝无怨言 反之就得放了他 江二爷看热闹不嫌是大 一个镜窜多于世勋应下赌约 于世勋果然答应了下来 文三快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命根子 被压在了大牢里 当众人都以为 文三快必死无疑之时 于世勋却出事了 全身上下涨懒了红疹 看似得了重症一般 为了不丢面子 于世勋硬是没找其他郎中 专门从大牢里放出文三快让他医治 文三快见做剧成功 自然是满嘴跑火车 硬说于世勋得的是棺材病 得让病人躺在沙漠座的棺材里头 三天三夜不能出来 那才能治好 于世勋有病在身 心神俱乱 也就轻易信了 于世勋病体康复 可他却事后变广 非要活埋了文三快一血前耻 不料文三快留了一手 说于世勋的病他并未根治 三天后还会复发 于世勋心存忌惮 这才放了文三快一马 可一天之后 娇二爷却意外 从于一张宗汉那里得知 于世勋的症状 可能是心房油漆过敏所致 于世勋知晓后怒火中烧 直接派人抓走文三快要将其活埋 幸亏车菊花尾随其后将其救出 后又巧遇了来北京换房的严司令 在老颜的保护下 文三快这才顺利取了车菊花 随后开了一家医馆名为三快堂 三快堂开在御医张宗汉的诊所对面 几日来都有严司令安排的大兵驻扎在门口 一个赶上门看病的病人都没有 丁福天的女儿子玉得了疾病生命垂危 恰好张宗汉出诊去了 严司令座主让文三快帮紫玉看病 文三快看过紫玉的症状 知道至此病需要一种特殊的影子 出门寻找之时 正巧撞见焦二爷拿个大烟袋逛街 二话不说就给抢了回来 砸碎烟袋取出烟油 端着一杯烟油水就往紫玉嘴里灌 紧接着又往他额头拍了些凉水 片刻之后 女孩果真吐出许多饿水 人也瞬间精神了许多 丁福天一家让紫玉向文三快道谢 紫玉却笑而不语 文三快赶忙帮腔解围 怎料紫玉忽然开口语出惊人 长大了我给您当太太 文三快当场尴尬 可大伙都以为是童言无忌并未在意 就这么的 文三快奇数救下紫玉的事情 传遍了大街小巷 慕名来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 可文三快看病的规矩与人不同 来者都须交三快大洋的好卖钱俗称挂号费 这天一位大叔背着一个晕倒的男孩 着急忙慌地跑进屋内 文三快起身查看一番 看出男孩并非重症只是重数 要对方先交三快号卖钱 大叔就而心切 当场就跟文三快保证 自己现在手头不宽裕 事后一定补上三快大洋 但文三快却坚决不给赦账 不愿坏了自己定下的规矩 文三快看病先收挂号费的行为 瞬间激起了重怒 来求医的病人纷纷离开 去了对面张宗汉的医馆 唯独留下了一个能掏钱的小伙 可文三快一号卖 让他也去对面看 称他的病不在自己的医治范围内 小火气不打一处来 文三快却镇定自若 提笔写出非一难杂症不一 这看病规矩别说老百姓看不懂 就连他老婆车菊花也不理解 我要是什么病都看 他对门那御医 他还有饭吃吗 我这给他留饭吃呢 文三快的这些话 车菊花是压根不幸 别说治病挣钱养家糊口 就他这么搞下去 两口子怕是都会被人咒骂 文三快倒是看得开 一咒十年望 谁爱骂谁骂 可谁曾想 他的这些事被人编成了顺口溜 满大街传唱 这后便正是于世勋在搞鬼 和文三快一条街开诊所的御医张宗汉 自然也就成了比较对象 文三快一气之下 便跟这位玄乎济世的同行叫上了劲 随即带上一个瓷瓶找上了门 瓷瓶里装的是一种毒药 他要两人一人喝一半 谁能调配出解药谁就赢 可张宗汉又不傻 别人带着不明液体上门找茶 自己怎么能轻易上嘴 便一边叫住文三快 一边从自的家里头也拿出一瓶毒药 并称对方只要认识 自己就给这毒药喝下去 文三快二话不说 拿起药瓶往鼻子前一滑 就说出毒药的名字叫贺鼎红 而且还向他解释 贺鼎红其实就是披霜 潘金莲给五大郎喝的就是这东西 因为呈红色 又有人觉得披霜这名字不高级 于是就给他起名叫贺鼎红 张宗汉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 文三快顺着话茬 就让对方履行承诺 不料老张怂了几秒之后 竟真的拿起鹤顶红药一口干掉 文三快赶忙打翻毒药制止 觉得喝毒药确实不妥 便当场提出比医术 随即就为身旁的病人把了卖 立马说出对方的症状 酒喝不止 睡不好觉 这位病人连吃了张宗汉十几副中药 也没见好转 按照张宗汉的说法 他这是在首方 文三快却说像他这种病 按照他的药方只吃一剂 就能要到病除 还保证如果只用一剂没能要到病除 他就亲自把三块糖的牌匾摘下来砸了 张宗汉一听这话也当面打了包票 如果文三快要到病除 也就当众向对方赔罪 文三快回到医馆 立马给病人开了方子 可病人家属一看药方 就有些纳闷 药方上的药材十分廉价 文三快却说小药治大病 并让病人回家以后 把药放到心瓦上炒至通红 然后用蛋菜汤加几滴麻油服用 保证一觉醒来病就能好 果然第二天病人的病就好了 张宗汉得知后一脸惊奇 可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信 文三快开心极了 还特意让病人把药方拿给对方 张宗汉打开一看当时就傻了 竟是两位常见且价格低廉的药材 张宗汉呆愣在原地 一个劲儿的惊叹 还以为这方子是文三快的祖传秘方 文三快却说此天方出自一本医书 据记载宋辉宗的宠妃得了感冒 整日咳嗽发热睡不着觉就差隔离了 宋辉宗赶紧宣召太医李房玉诊治 病现实三天治不好就要砍头 李房玉耗完卖后心灰意冷 正准备回家等死 结果恰巧在街上碰见有人卖咳嗽药 反正横竖都是一个死字 李房玉就拿着这个草医的药 进宫给宠妃吃了 没想到就这一剂药下去 宠妃的病竟然好了 而用的药就是这个偏方 文三快还跟大火解释了 他收的三块挂号费同样可以要到病处 但是花的钱要比张宗汉这边的少得多 草医文三快大败于一张宗汉立马传遍北平 自此以后 来三块堂看病的人多了不少 可文三快又立下一项新规矩 每天只看三十个病人 上午门诊下午出诊 现号现实绝不多看 要割到现在 这妥妥就是一专家号 眼看文三快扬了名挣了钱 不但于世勋动起了歪脑筋 就连他老丈人车大吹 也打算用文三快的名号干一点私活 这天寄院来了个人想要文三快出诊 文三快却说自己不治妇科病 随后扭头变走 不料对方追上来解释 病人不是妇科病 有了这话 文三快才勉为其难地走了一趟 可谁曾想 林春楼的头牌欲先姑娘 竟是文三快的熟人绿秀 绿秀无言面对转身躲避 文三快却私下找到老宝 要替绿秀赎身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老宝以自己不能做主为由 要求两天后给他答复 可实际上 老宝找到了林春楼的幕后老板焦二爷 汇报了文三快打算熟人的事 焦二爷问他向文三快要了多少钱 老宝伸出一根手指 焦二爷却说少了让他要两千块大洋 面对震惊的文三快 老宝还十分明确地告诉他 要两千块林春楼还是吃了大亏的 文三快只能爽快答应 可这么一笔巨款他还真拿不出来 两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六十万 文三快刚买了新房又娶了媳妇 医馆也才刚刚起步 就算是背着媳妇 拿出家里的全部家当 也不过才八百大洋 钱不够怎么办 他只能去借了 可好友徐掌柜也没余钱 拿出了仅剩的二百大洋 已经是倾囊相助了 两笔钱加在一起 总共也就一千大洋 文三快实在没辙 只能去借了高利贷 一个月的时间 光利息就是四千大洋 文三快依然硬着头皮 给焦二爷立下字句 凑够了两千大洋 文三快立马到林春楼熟人 背着绿秀回了家 车菊花一脸猛逼 得知绿秀来自林春楼当时就急了 可文三快却告诉他绿秀不是外人 菊花一听更气了 让文三快没想到的是 家里头这事还没摆平呢 老丈人车大吹又打着他的名号 卖起了假药 声称自己研制出了新的秘方药 排毒补气养生百宝汤 有病能治病没病能养生 车大吹一顿乱吹 愣是把一缸不明液体吹成了神药 我怎么看着像绿豆汤似的呀 车大吹大大方方的承认 又对这绿豆汤进行了品牌包装 说这是他姑爷文三快的秘方 有了当红名义的代言 这缸绿豆汤就真成了神药 再加上一碗只要两毛钱 一时间人群就包围了现场 两缸绿豆汤很快脱销 一连好几天 车大吹感受到了流量的强大 虽然一碗汤只卖两毛 可价不住量大 短短几天时间 车大吹便挣下了一笔巨款 俗话说得好 人怕出明珠怕壮 车大吹卖百宝汤的事 很快便传到了文三快的死对头 于是熏耳中 不料这天卖汤的时候 却被御医张宗汉现场打假 这绿豆确实有清热解毒 利尿巨蜀的功效 可是这绿豆属性含粮 吃多了会伤及脾胃 张宗汉刚科普完 车大吹就开始狡辩 非说这是文三快的祖传秘方 保健品界的天花板 然而打脸来得太快 立马就有人指出天天喝这汤 并没治好反而更严重了 要不是大夫就得及时 连命都搭进去吧 有了受害者现身说法 现场消费者的态度瞬间转变 骂得骂杂得杂 见车大吹躲进了药店 于是有人提议 去找绿豆汤的品牌方文三快 一帮人随即来到三快堂 任凭一家人如何解释 大伙就是不幸 直到文三快发下毒誓 大伙才意识到 这是车大吹甩锅的手段 随后丈母娘带着女婿赶到药铺 不但砸碎了车大吹的错案根据 澄清了此事与文三快无关 还当场给消费者保证 车家一定会赔偿大家的损失 车大吹创业失败 回到家便当着车菊花的面 抖露了文三快借高利贷的事 车菊花急吼吼地回家 两人当场大吵了一家 于是薰见绿豆汤没有整倒文三快 便利用他不给局长夫人看病的事 又设了一个局 于是薰先是找来一名死囚 让他去找文三快看病 然后嫁祸对方致死了人制造衣帽 挑起社会舆论 等到东窗事发 再将此事嫁祸给局长 最后他再陪陪领导 让自己顶替局长位置 真可谓是一件三雕 然而文三快有严司令保护 虽然挨了打蛋却安然无恙 反倒是朱局长着了于是薰的道 被提起火爆的严司令一枪打死 于是薰借机上位 顺利坐上了局长的位置 虽然一闹没了 可娇二爷掐着点来找文三快要钱 结果一不小心 误喝了病人外父的药水 这回这篓子算是捅大了 三天之后娇二爷果真发病 全身臊痒男人 见找医生诊治没有效果 娇二爷就怀疑 是死在他手上的冤魂作祟 于是便请来道士做法 娇二爷信了牛逼子老道的鬼话 在家中开谈做法 恰巧此时文三快前来坦白 可娇二爷不信他的话 于是文三快便让二爷的跟班 给道士也下了药 二爷便赶忙让三快开药诊治 文三快却让对方看到药方不要生气 母猪尿水 娇二爷以为文三快是在戏弄自己 便让人剁手泄愤 危急关头幸亏娇二爷的大嫂解围 可他也难门为啥一定要喝母猪尿 文三快解释母猪尿可以解毒 见大嫂发了话 娇二爷只得听话赵左 让青皮去按药方配药 心地善良的大嫂赶忙 为二爷的不礼貌向三快赔罪 结果言语之间 文三快竟然发现大嫂重病缠身 当即就要为对方把脉诊治 很快便掐准了大嫂的病情 这时青皮便端着 调治好的母猪尿让二爷服用 在大嫂的监督下 二爷探出脑袋试图下嘴 不料味实在太充 再吐了好几次后 娇二爷才终于下定决心 让人把他捆起来往嘴里灌 文三快这边也告诉大嫂 虽然她的病不轻 但只要吃上三个月自己调配的药 再好好调养一番就能根治 大嫂说若能治好 文三快便是她的救命恩人 让二爷好好地照顾文三快 有了大嫂的叮嘱 文三快麻溜地给写了药方 还特意叮嘱 一定要暗方抓药暗量服用 可谁曾想 娇二爷扭头就把这话给忘了 几天之后正巧大嫂过寿 娇二爷一高兴就把药给停了 还说回头再给药补上 谁知道这一停一补 大嫂就出事了 文三快赶来后一问才知道 中间不但停了一天 而且事后竟然 还把两天的药量 加在一起一次性服下 文三快解释说 这药里的父子有毒 他是按照病人的病情按量下药 如果超量服用 病人就会中毒身亡 文三快把娇二爷一通数落 然后用针灸为大嫂解了毒 自此以后 娇二爷对文三快的态度 发生了彻底转变 然而文三快的死对头于世勋 却始终不肯放过他 找到二爷希望他照收保护费和高利贷 但二爷不乐意 于世勋只能以封了三快堂威胁 说完扭头就走人了 结果第二天 娇二爷却带着手下来到三快堂 不但送上神医人数的贬罗 还当街放话 要是谁再找文先生的不痛快 他就是我娇某人的冤家对头 很明显娇二爷是要利保文三快 可即便是这样 于世勋还是决定要对文三快下手 在动手前 他先约见了文三快的老婆车菊花 透露他要查封三快堂的计划 又以绿袖为由 挑拨车菊花和文三快的关系 可让于世勋没想到的是 自己非但没劝动车菊花 就连他要封三快堂的计划 也被门外的店小二 偷偷报告给了娇二爷 第二天于世勋就已 文三快没有考取行医执照为由 查封了三快堂 于世勋命人拆了三快堂的招牌 不料刚出大门 就是他的敌人 焦二爷见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直接招呼手下跪下 一边抬起右脚 一边拿来水果刀 冲着自己大腿就是一下 然而于世勋依然不为所动 事后文三快还听说 不光焦二爷捧他 就连跟他有过急的张宗瀚 也同样捧过他 给焦二爷处理完伤口 文三快就去找了张宗瀚 给对方作一道歉 两人从此一笑 敏恩仇成为了好朋友 说话间张宗瀚建议他 去警察厅考个行医执照 然而让文三快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他报考之前 于世勋就已经打了招呼 不让他参加考试 文三快没了辙 只好找到紫玉的父亲丁福天 想托他在警察厅的关系 来帮自己考取行医执照 正巧丁福天此时也有一件事 要请文三快帮忙 他一个日本同学的妻妹 从日本来中国旅游结果病倒了 全北平的大医院都看遍了就是不见好 丁福天就寻思西医治不好 那就请中医试试 可谁曾想医院的主治大夫 根本看不起中医 一听对方看不起中医 文三快就不满意了 但又担心自己没有行医执照 要是出了事可砸整 丁福天却说出了事情自己扛 并且会帮他搞定执照的事 有了丁福天的承诺 文三快这才放心地答应 随他走上一趟 见到病人后 三快便一眼看出对方的症状 他患的是对口疮 窗口已经化脓溃了 针条和服药恐怕都很难解决 便让人赶紧去找马黄 要用马黄吸出窗口里的浓血 然而一旁的西医却一顿巴巴 要求立刻停止中医的医治 文三快听到后也是一顿疯狂输出 愣是把对方骂得是体无完肤 见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绿秀赶忙提醒救人要紧 西医却要求 救人必须得患者家属同意 小日本哪懂这些 显得有些为难 直到丁福天出面担保 他们才勉强同意 而后文三快用三只马黄 吸食了病人浓窗里的浓血 并对窗口做了清洗和包扎 并解释病人昏迷不醒 是因为持续高烧造成的 马黄把窗口里的浓血吸干净以后 烧就会慢慢退下去 结果这话刚说完 病人就醒了 眼看治好了日本人 丁福天也遵照承诺 立马就请来了警察厅的王次长 要为文三快疏通关系 不料俩人竟然认识 文先生大闹于心婚礼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见过了 一落座 丁福天就跟王次长说明了来意 可谁曾想 封三快堂的命令 竟然是他亲自下的 一番沟通之后 王次长对文三快用马黄治病的事大为赞赏 当场就许诺 一定会让他参加一试资格考试 可让大伙都没想到的是 在上级明确下达了 不要为难文三快的命令时 于是勋竟然依旧贼心不死 特意找到了此次考试的主考官 花仲经要求主考官刷掉文三快 于是主考官故意给文三快下套 然而文三快对他的各种疑难问题都对答如流 主考一看对方是个学霸 只能进行精神打击仗自己威风 说这都是小儿科在做的都会背 不料文三快气性大法 当即反问主考 如果一个穷人急火攻心高热昏迷 要用什么偏方 主考官回答到先进行隔离 然后用真次人中永泉等学位 在以中药条里 文三快却说他有个偏方 不花分文就能治好 再用冰块放到病人的骨尖 腋下还有手足处 这样呢就可以退热 一旁的考官听完很是好奇 便问用这方子的人有没有不治而亡的 文三快回答确实有 但可能是因为水温过低 文三快话音刚落 主考官便立马上纲上线 说他不遵医道 善用天方治人死亡 文三快反问考官 难道他就没治死过病人 主考官听后一顿发火 以文三快无视考场纪律 刁难考官为由 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 得亏王次长事后问了一下情况 打了通电话 这才把执照又发给了文三快 然而重新开张的三快堂 却接到了一个 连文三快都治不好的病人 一个孩子总是吵着肚子疼 文三快搭手好脉 仔细观察了小孩的病情 不料得出的结论却是 这孩子没救了 文三快长叹一声 恰在此时 文三快看到街上有一和尚路过 赶忙上前招呼 让他念经超度一下那孩子 大和尚来到屋内 没有打算念经超度 幼儿抓起孩子的胳膊 好起了脉象 和尚说他前几年治好过这样的病人 可以试一试他手里的方子 几人一听这话 各个都面露喜色 一番医治下来 小孩的病情果然缓解 大和尚表示可以把药方留下 日后若再遇到此病 也就不至于无药可解 张宗瀚十分开心当即败谢 可文三快却是一脸愁容 临走时和尚对文三快进行了一番点话 指出了他功利心太重的毛病 文三快也从中顿武 第二天 文三快不但免费救治了门口的一个乞丐 还倒给了对方三快大洋 并且当众宣布 取消了三快大洋的挂号费 而且没钱也给看病 而之前生病痊愈的小男孩 也在三快躺住了下来 车菊花见着孩子长得不赖又灵性 便享受他做干儿子 文三快当即给孩子起名文成员 孩子也改口叫了他们爸妈 可高兴了没两天的车菊花却突然疑惑 两人结婚这么久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要上自己的孩子 他去找张宗翰看了看 张宗翰一打量 直接就说他没问题 反倒是文三快应该找他来瞧瞧 可他俩都清楚 文三快多要强的一个人 怎么能承认自己不行呢 于是二人里应外合 张宗翰谎称串门和文三快闲聊 无意间提及他最近脸色不好 文三快便让他给自己把把脉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文大夫甚虚 为了帮丈夫补慎 菊花决定在饭里下药 而且叮嘱文成员 一会他爸喝汤的时候 要是说汤味不对 他就得说汤味没问题 很快四人上桌吃饭 绿秀在车菊花的暗示下 拿起早已放了药的汤碗 给文三快盛了一碗肉汤 文三快尝了口炖是感觉不对 然而一家人都说没什么问题 文三快一度怀疑真是自己的问题 不料上次得对口窗的日本姑娘找上了门 想要跟文三快学医 但却被对方拒绝 并且谎称他师父临终时留下规矩 要求他传男不传女 而且徒弟只能收一个 侄子一脸失落 又询问起绿秀的身份 得知他是文三快的妹妹时 这姑娘脑瓜子一咕噜 又要认文三快做哥哥 不料被再次拒绝 侄子没了辙 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 然而车菊花的醋坛子却翻了 质问老公怎么这么有女人缘 俩人嬉皮笑脸好不欢乐 可没过几天 车菊花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时不时的恶心担偶 文三快一号卖 这才发现老婆竟然有喜了 正所谓货福相依 老婆怀孩子的喜悦还没消散 于是薰就开始作妖 他要借文三快给病人治病的机会设下圈套 让他一辈子不得翻身 这天丁福天的妻子病重 找来文三快治病 文三快让丁福天按他开的药方抓药 可谁曾想一旁的西医海东生不乐意了 当场跟文三快抢起了活 两人一番争吵过后 文三快拿命担保要救活丁夫人的命 于是薰得知这一消息 指使贾贵去毒死丁夫人 然后再嫁祸给文三快 贾贵和兔子绑架了丁家的丫鬟春梅 交给他一包毒药 逼他下载文三快给丁夫人的药里面 春梅由于过度紧张 弄洒了药碗 被文三快发现药里有披霜 丁福天向于是薰报了案 让他调查春梅下毒的原因 于是薰交代贾贵给春梅一笔钱 送他离开北平 贾贵却阳奉因为 将春梅的全家灭口 还拿走了给对方的安家费 秃子由于害怕 江春梅被杀一事项于是薰言明 于是薰得知假贵跟自己撒谎 内心对他有所防范 而以命相保治好了丁夫人的文三快 因为舍己救人登上了报纸头条 一时间欲满北平 一晃六年时光 丁福天的女儿子玉留学归来 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美人 面对王次长侄子海东生的追求 子玉明确表示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可丁福天纳闷了 女儿出国六年 回国后也没见有什么亲近的朋友 他的这个心上人究竟是谁呢 然而子玉却说自己要嫁给文三快 女儿的话彻底震惊了父亲 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 却要嫁给自己的多年好友 丁福天赶忙提出反对并上前劝说女儿 可不管他言语上如何规劝子玉就是不听 第二天丁福天单独约见了文三快 把子玉扬言要嫁给他的事 一股脑泉给说了出来 文三快就纳闷了 子玉这年龄正是找男朋友的时候 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 才故意说出这档子时来气家长 丁福天一听这话 文三快当场保证 如果子玉来找他就帮大哥好好管教 丁福天回到家中将文三快的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子玉 原本以为女儿会有所改变 不料子玉竟然依旧执迷不悟 还说自己不在乎什么名分 丁福天一听这话当场就炸了 然而子玉不但不知收敛 还指天发誓 这辈子除了文三快他谁也不嫁 父女俩不慌而散 而另一边 一直追求子玉的海东生 找到了他叔叔的下属于士勋 要他帮忙调查 子玉所说的男朋友究竟是谁 有了于士勋的参与 子玉文三快海东生的三角关系 很快便被揭露出来 于士勋当即定下毒计 他一边让王次长托文三快去给海东生说媒 一边暗中筹划让子玉嫁给文三快 这样一来不但王次长和文三快结了梁子 说不定他还能渔翁得利取下车巨花 结果不出于士勋所料 文三快说媒失败 子玉为逼迫文三快就反 竟已死相逼 同时服下了几种毒药 半个时辰内没有解药必死无疑 文三快得知后赶忙来到丁家 然而就连他这样的神医也无法破解 子玉表示自己手中有解药 只要文三快答应取自己 就马上吃解药解毒 见女儿性命垂危 丁福天治好妥协 让文三快先答应他 文三快被逼无奈治好英语 子玉及时喝下解药 命算是保住了 可文三快答应取子玉这事 却被于士勋给知道了 他一边将消息透露给车家 一边向王次长添游加醋说尽文三快的坏话 于是文三快很快便遭到内外危机 内有老婆车菊花成天吵架 外有北平街巷留言四起 恰在此时于士勋一通电话激怒了海东生 气得小伙直接拿着手枪 就要去找文三快拼命 幸亏子玉及时赶到 海东生见心上人极力保护情敌 直接气血上头 对着自己胸口就是一枪 最终经过抢救保住了命 于士勋借刀杀人之后又抓住机会 一边将此事登报 一边找车菊花挑拨离间 很快文三快与车菊花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菊花说文三快要是敢娶子玉 自己就嫁给于士勋 直接把文三快激怒 竟真的跑去丁家提亲 丁家夫妇一听这个当场实话 于士勋奸计得逞 当真大操大半娶了车菊花 完事以后 又假模假样的来一处欲情故纵 一下子就抓住了车菊花悲伤的内心 我上别的屋睡去 你刚离了 肯定心情不好 别走了 菊花答应会跟她好好过日子 于士勋多年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 与此同时三快堂礼 新婚的文三快心神不定 子玉和文三快诸多生活习惯产生冲突 文三快想到菊花 若有所思 文三快叮嘱子玉 外国人的东西不见得就一定好 没必要样样都按着外国人那样来 子玉满口答应 然而转天就给忘了 准备了一桌西式早餐 而吃惯了豆制油条的文三快 对阳式早餐很不适应 吃完早饭 子玉又提出要开一家医院 而这一想法 正好跟文三快不谋而合 只是大家都没有开大医院的经验 于是子玉便主动请殷到国外考察 相比文家的普世无华 老余家就显得高贵了许多 于士勋不但给家里配了六个下人 还不让车菊花操持家务 俨然一副宠妻狂魔形象 不得不说于士勋虽然阴险狡诈 可对待车菊花那绝对是真心一片 文宇两家就此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文三快每天行医送药 声明圣极一时 于是便有人专程请他上门看病 三快发现这孩子的病 在中医里叫邪生之急 西医里则叫先天性心脏病 病因找到了 可文三快却说这病他治不了 孩子他爸一脸悲伤 说未生儿子娶了十二个老婆 好不容易生下一个 却得了这个怪病 文三快却说除非贬却在世 能给这孩子换颗心 男人好似得到了灵丹妙药一般 苦苦哀求希望文三快能替他儿子换心 文三快却说 给这孩子换了别的孩子的心 就等同于杀了别的孩子 非常坚定地拒绝了男人换心的请求 悲伤药香急不离去 可文三快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次拒绝 竟为他日后逆风翻盘埋下了伏笔 这日张宗瀚接诊了马金城的太太 发现对方肚子里长了几十条大虫子 张宗瀚赶忙请来文三快一起会诊 果不其然文三快的诊断结果 和张宗瀚的判断如出一辙 文三快问完病情就把张宗瀚叫到门外 据老张说他在宫里当差纳会 建议娘娘得过此病 结果是不治而亡 文三快却说自己有个方子 雄黄二两火断内服 雄黄二两内服还火断 这火断之后药性就等于披霜啊 文三快玩耳一笑 并保证只要病人按照他说的方法服药保准没事 两大夫会诊完毕进屋就写下药方 还特地叮嘱要让病人先饿上三天 然后再将药一次服下 这时忽然得知家里病人出了状况 文三快便决定赶回去 临走前又特意嘱咐了一遍吃药方法 不料病人家属自作聪明 愣是将药量分成了三份 第一次只吃了三分之一 等见到了疗效 又才将另外三分之二一次幸服下 然而病人刚喝下去就蹊跷流血而亡 正巧一个警察路过听闻了此事 便带着病人家属将死者抬到了三块糖 找文三快要赔偿 文三快当场质问病人家属 要拿回家以后是怎么吃的 家属如实回答 听得文三快那叫一个气 他事先特意叮嘱 此药必须按他说的方法一次幸服下 是病人家属擅自分次服药 导致病人中毒身亡 而且还有张宗翰一旁作证 闭时间队的病人家属是哑口无言 警察见没抓住把柄 便灰溜溜地走了 可等他们回到警局 狡诈的于世勋却从这件事中 探到了扳倒文三快的机会 他先是安排死者家属上到法院 而后在歪曲事实向上级汇报 将此案定性成医疗事故 于是文三快很快便被禁止行医 还超没了所有家产 遭遇如此打击 文三快却没有放弃 在安顿好家人后 他独自一人带着行李 打算令谋生路白手起家 交二爷得知此事心中暗暗担心 便派手下四处寻找文三快的下落 于是勋泽指使手下打晕了文三快 抢走了文三快最后的家当 文三快醒后 只能和一群叫花子寄宿在破店之中 破店的掌柜看文三快身无分文 并没有收取文三快住店的费用 文三快很是感动 看到掌柜的有歪嘴的毛病 写了一个纸条 介绍掌柜的去看病 听说文三快是一个大夫 一个叫花子求文三快给自己制戒窗 文三快教教花子用铁锈治疗 歪嘴掌柜带着纸条来到张宗汉的诊所 文成员一眼就认出 药方上是他爹的自己 凭着乞丐的消息 成员和绿秀很快便找到了地方 可文三快坚持不接受金钱救济 不打算离开丐帮 就连绿秀给他带的食物 他都一点不剩地分给了身边的乞丐 经过绿秀三番五次的劝说 文三快最终才勉为其难的 住进了一个租来的小院 可不知怎变 之前找文三快看病的孙广才竟也找到此处 还拿出两千大洋 非要文三快替他儿子做换心手术 不管孙广才咋说 文三快就是不肯松口 很快有人找文三快看病的消息 就传进了于世勋的耳中 为了彻底整倒对方 于世勋找到孙广才 让他以重金加上三块糖的房契 去理由文三快 只要对方答应 便能以非法行医治人死亡的罪名逮捕文三快 与此同事文三快收到电报 出国考察的子余即将回国 本来从容不迫的他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显得有些无措 恰在此时 多年前点拨过他的大和尚出现 不但给了他一个秘方 还特地告诫他 不要轻易被诱惑吸引 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 老和尚说完便离开了 第二天 孙广才拿着一万大洋和三块糖的房契 再一次找到文三快 要求他救救自己的儿子 为了妻儿和一家人的生活 文三快最终答应了手术 但他一再强调 手术不一定会成功 孩子也不一定能救活 并让他为自己准备一套卖肉的用的工具 当于世勋看到文三快 给孙广才立下的字句时 别提多高兴了 另一边成员劝父亲不要做手术 但文三快就是不听 非要拿着杀猪刀 给两个一岁的孩子做换心手术 随后便开始了手术 等俩钟头时间一到 警察便冲进了手术室 要抓文三快一个现行 然而闯进来却发现根本就没孩子 文三快会心一笑 这才招呼成员爆出孩子 孙广才一看俩孩子都活着 当场就有些猛逼 孙广才被于世勋派人带走 于是文三快将计救济引蛇出洞 假贵只得带人兴兴离开 等警察都走后 文三快对孙广才说 自己手里确实有秘方可以救他儿子 而交换条件就是三块糖的房契 孙广才一听这话才老实交代 他之前拿来的三块糖房契 是于世勋借给他的 可文三快才不管那些 想要得到秘方必须用三块糖换 孙广才没了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了于世勋 对方一听来由 直接要价一巴掌五千块 见孙广才想讨价还价 于世勋抬屁股便走 孙广才赶忙留人答应了于世勋 文三快拿到房契和钥匙以后 真就把老和尚送他的秘方给了孙广才 除了吃药还得在院子里修一个大水池 让他儿子每天在水池子里头扑通半个小时 文三快终于拿回了三块糖 在子玉父亲的资助下重新进行了翻修 然而安定下来还没两天 就有噩耗传来 子玉的母亲去世了 丁福生也病倒了 文三快前来慰问岳父 并且把绿秀留了下来照顾他 时间一场两人竟产生了感情 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一家人的备份也变得更加混乱 不久之后张作霖皇姑屯玉玺 北平成改头换面 于是文三快再次萌生了开医院的想法 他说服张宗翰 两家合伙开了一家中医院 起名文汉卢 而文家的幸福美满 却让嫁给于世勋的车菊花恨上心头 愤怒之下他竟然买来硫酸 打算报复紫玉 幸亏车母及时出手 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然而事实难料 不久之后 于世勋的亲儿子于学千病重 咳血发烧生命垂危 车菊花无奈只好回到三快堂 央求文三快出手帮忙 大人有仇跟孩子没关系 文三快随即便背上药箱 来到了于世勋家里 于世勋却堵在门口 说啥都不让人进去 这时仆人却突然大喊少爷吐血了 文三快一把推开于世勋冲进屋内 先是给学千把了脉 然后又用银针止了血 扎针止是救急还得吃药 当即开出药方 让他先吃一个疗程 并叮嘱菊花孩子咳血止住以后 再找自己来给他复诊 然而针到了咳血止住的时候 于世勋却请了别人 车菊花就纳闷了 两人争执了一番 不料文三快却自个儿来了 先来的老郎中一看这架时就打算先撤 然而于世勋却不让老郎中走 就是不让文三快看自己的儿子 而文三快也非要留下来看一眼新开的药方 看了老郎中的药方后 文三快给他提了几个建议 不料老郎中死鸭子嘴硬 硬说自己开的都是治咳嗽的神药 文三快却说学千这个病情 如果吃了老郎中开的药会很危险 即便如此于世勋还是不相信文三快 非要吃老郎中的药方 就这么的 于学千一连吃了老郎中好几副药 开始还好好的 几天之后病情突然加重咳血不止 于世勋意识到了问题 这才让车菊花去请了文三快 果不其然文三快一出手 学千的病就好了 于世勋这次可真是自己挖坑 差点把亲儿子给送走了 完事以后车菊花让于世勋父子 提上礼物去给文三快道谢 可谁曾想 文三快说他已经收了三块大洋 愣是不接这里 于世勋刚准备拱手弯腰 就让文三快给拒了 还说给孩子治病 本就是大夫分内的事 即便是死敌于世勋马上要死 他文三快也照样就 打这件事以后 于世勋就再也没找过文三快的麻烦 直到小日本占领了北平 这天张宗汉在街上 碰到几个小日本故意挑事 他们以张宗汉部鞠躬为由 对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张宗汉毫无还手之力 被打得满地翻滚 就在此时打出租回家的焦二爷正好路过 直接一挑三完胜 可不巧的是一对鬼子巡逻并路过 焦二爷当场翻车 让鬼子队长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起普通的日本兵殴打中国平民事件 竟然会被司令官一顿臭骂 原来日本人刚刚占领北平 司令官高牧想借着焦二爷的威望 组建北平保安队 结果不巧把他打成了重伤 于是高牧当场下令要求队长登门道歉 焦二爷二话不说直接招呼送客 气得小日本当场拿刀 得亏于士勋从中说何 小日本这才罢手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焦二爷的事刚了结 日本人又打算接管北平的所有医院 文汉卢不但未能幸免 还被改为新明医院 高牧听说文三快是个名医便想拉拢他 让其出任新明医院院长 结果俩人刚见面 文三快就看出高牧有病 文三快先是把麦看下 紧接着又看了看舌台 随即便问他病是怎么得的 高牧却装傻问是什么病 文三快见状便说不想治就拉倒 高牧看了一眼自己的裤裆 直接惊了 当场就请求文三快帮他治疗 说兄弟是在洗风口的战役当中 被中国军队的子弹打伤 从此就不行了 文三快一听这当场便表示无解 按他的说法 如果是身体原因他大概可以治好 但高牧这是外伤所致 高牧一听自己没了就直接当场翻脸 非逼着文三快出任新明医院的院长 但也给了几天时间让他回家考虑 就在文三快考虑的这段时间 曾经的拜把子大哥严司令 因为兵败富商逃至北平 来三快堂避难 可没过几天 这消息竟然被娇二爷得知 双方一合计就打算干一票大的 灭了北平城里的鬼子军官 出发前 文三快还特地送了他大哥一些膏药 可谁曾想 严司令行动失败 日本人拿着药膏 顺藤摸瓜找到了文三快 高牧因为爱惜他的才华 并没有把他处死 只是当着他的面 将严司令及其同党全部枪决 而一同被捕的娇二爷 高牧也给了一个机会 只要他答应出任保安队队长 日本人便饶他一死 很显然娇二爷妥协了 然而文三快这边刚脱离险境 在街上贴反日标语的于学千 又被警察给抓了 小日本开出条件 只要于世勋让于学千 交出反日组织名单 他们就立马放任 于学千铁骨蒸蒸当场拒绝 说他既然进来了 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绝不会像于世勋一样 给日本人当舔狗 于世勋那个气啊 解下裤腰带就是一顿乱抽 眼看于学千身处险境 一起上街贴标语的文成林吉了 非要他爹文三快想办法救人 可老文对小文做的事压根就不认同 父女俩一通争论 子余赶忙开口解围 窜多文三快想想办法 害怕女儿干傻事的三快 只得想出一个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 第二天 于世勋带着文三快 给了药包去了宪兵队 结果日本人看得紧 于世勋压根没机会给药 反倒被儿子一顿臭骂 菊花见计划失败 便要求于世勋再争取一次送饭的机会 凭借着馒头的掩护 菊花顺利将药包递给了学千 一番生死绝别的表演 愣是让日本人毫无察觉 于学千当晚就吞下了药包 第二天于世勋掐点赶到大牢 劝说儿子输出名单 学千依旧命死不屈 于世勋便上前给了几巴掌 挤巴掌下去 学千直接倒下没了气息 鬼子队长见人没了气 便收刀走人 不料生性多疑的高牧 竟带着军医要再来检查一遍 军医一番检查之后 也宣布学千已经死了 没想到丧尽天良的高牧 还要让于世勋把自己儿子的尸体 捐给军医学校当教学器材 于世勋听后伤心地直流哈拉子 要求高牧给儿子留个全尸 关键时刻高牧终于松口 于世勋这才把儿子 毫发无伤地运出宪兵队 一直到城外的森林 文三快给他服下了解药 学千这才苏醒过来 然而老于家的问题解决了 鬼子却又盯上了文三快 这天鬼子登门拜访 要求把家里的表 从北京时间调成东京时间 一听这要求 文三快立马不乐意了 对得贾跪无言以对 只得拿下文三快家的钟表摔碎 随后便甩手走人了 但文家人都知道 小日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文三快当着全家人的面丽下一言 但文家人 谁都不许当汉奸 谁要是当了汉奸就不是文家人 文三快坚定的抗日决心 让文成员十分担忧 于是第二天在贾跪来之前 一家人按照他的要求 把文三快给绑了起来 贾跪来了之后 看到钟表已经调了 便打算离开 谁知女儿把三快放了出来 三快直接当着贾跪的面 硬是把钟表拨了回来 贾跪一怒之下 直接把他给抓走了 子豫求菊花想办法就三快 当晚菊花便找到于世勋 让他想办法就文三快 于世勋也表示束手无策 另一边 高木给文三快三天时间考虑 只要他同意做院长 就把他给放了 娇二爷这边也着急了 组织弟兄们开始抗日活动 一时间北平死了不少日本兵 小鬼子很是愤怒 下令彻查一定要抓住幕后黑手 菊花也来到三快堂 要子豫换一个角度去劝说文三快 随后子豫便来到牢房探视文三快 自从日本人入住北平各大医院 老百姓即便是得了病都不去治病 跟他说就当是拯救老百姓的性命 三快思索再三终于答应了 但他要求必须开一个就职庆典 很快来到就职庆典当天 文三快按照北京时间来到了现场 向大家解释了自己当院长的原因 还表示穷人看病 不仅不收诊金还送药费 在场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庆典结束以后 大家齐聚在三快堂 文三快从看病先收三快大洋 到现在免费看病还送药 有了很大的转变 大家都好奇当时 为什么要立看病先收钱的规矩 文三快这才讲述了其中的规矩 当年他的父亲玄胡济世 常常给别人看病不收钱 然而等自己得病的时候 却因为少了三快钱要钱 最终病死了 因此文三快才立下规矩 看病前先收三快大洋 直到后来遇见大家 被大家所感动 才慢慢更改了规矩 另一边 娇二爷的反日活动愈演愈烈 日本人的警惕也越来越高 高牧怀疑到了娇二爷头上 便让于世勋暗中监视二爷 于世勋找到二爷 劝告他不要跟日本人对着干 但同时也表露真心 说自己绝不会出卖二爷 交二爷听到这番话顿感欣慰 不久之后 北平爆发了瘟疫 日本人却下恋 瘟疫病人不需要医治 集中拉到城外活埋 甚至带兵在中医院里抓病人 老百姓们都不敢出门就医 文三快见状 便将自家后院疼了出来 偷偷救治病人 绿秀和丁福天此时也回到了北平 但丁福天与日本人交往密切 这让绿秀十分担心 就在这时 徐掌柜也被当作瘟疫病人 抓去城外活埋 文三快知道后伤心不已 他不能再眼看着北平的老百姓 被小日本祸害 随即便找到高木 说他有办法遏制瘟疫 不料高木根本不信 坚持采用活埋的办法 阻断瘟疫蔓延 文三快一气之下 竟然将对方大骂一顿 高木对文三快的行为颇为恼怒 但碍于院长身份不能动他 于是贾桂就建议 可以从张宗瀚下手 再扶植一个院长 这样文三快就没那么重要了 可谁曾想 寓意张宗瀚竟也是铁板一块 不管小日本咋说 他就是不答应 就连以子女性命相要挟 张宗瀚也不松口 然而世人就有软肋 张宗瀚也不例外 高木听闻张宗瀚在朝时 就十分听皇帝的话 便借溥仪之手 迫使他出任院长之职 张宗瀚经过一夜的思考 第二天一早便去见了高木 要求上任前放他两天假期 并且还要将此事登报广而告知 高木毫无防备满口答应 结果张宗瀚一回到家 就换上大清官袍 再给儿女写下一书后 便跪在皇帝的画像前服毒自尽了 文三快得知了消息伤心不已 如今北平成瘟疫严重 每天被小鬼子活埋的百姓也不计其数 为了遏制小鬼子暴虐的行径 子玉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那就是让日本人也染上瘟疫 得到了子玉的启发 文三快很快就有了计划 他一边安排家人们撤离 一边让女儿成林 去找在日本军营做饭的中国厨师 让对方将自己备好的毒药 下在日本兵的饭菜里 这样一来 就可以造成大量日本兵感染瘟疫的假象 等高木反应过来时 做饭的厨子早就没了踪迹 由于毒性是特制的 日本医生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 根本不见成效 为了减少死亡 高木只好请来文三快诊治 文三快以此为条件 要求高木同意医治得了瘟疫的中国老百姓 高木听到对方威胁自己 便反过来用对方的家人威胁他 没想到文三快却说 自己早就给家人送走了 想杀也杀不到 高木这下没辙了 只能先把文三快关进大牢 另想其他办法 而一向奸诈的贾桂 意外得知于世勋的老丈人车大吹 有治疗利己的秘方 便窜多小日本用此方医治 狡猾的高木小脑瓜一转 当即就有了一个歹毒的计划 他一面让日本兵用车大吹的秘方 一面答应文三快的条件 可等文三快回到家 放出他藏匿的瘟疫病人时 贾桂却带着日本兵突然杀到 将所有病人都抓了起来 高木兼技得逞 正割文三快面前嘚瑟呢 不料却传来消息 说吃了车大吹秘方的士兵 又死了不少 高木大发雷霆 当即命人抓捕车大吹 车大吹直说自己是贪图金钱 一时间鬼迷心窍 才谎称自己有秘方的 高木当即命人严行拷问 然而就是打死了车大吹 他也交代不出什么信息 就在这时缺心眼的贾桂 又给高木献上一记 高木从贾桂口中得知了 文三快与车大吹的关系 便用命人请来车母 以两人性命相要挟 逼迫文三快就范 果不出所料文三快最终妥协 然而车大吹虽被救下 但当他出现兵队时就已经重伤 回到家中便撒手人还了 另一边贾桂也带着日本人 包围了焦二爷一群人 二爷丝毫不慌 当即吩咐手下抄枪迎战 可贾桂为啥突然对焦二爷动手呢 原来二爷本想买通理发誓 托尼王暗杀贾桂 不料王麻子手抖暴露 连带着焦二爷的大徒弟 轻疲一起阵亡 于是这才有了眼下 小日本兵围天何居 贾桂正哥这喊话呢 于是勋文迅赶来 得知二爷已经暴露 于是勋慌的一批 正准备再抢救一下 不料被高墓一把推开 日本兵破门而入 和二爷手下发生激战 一番护射之后 二爷手下死伤过半年 最后时刻双方进行了惨烈的白刃杀 二爷手持双枪手在二楼吸引 一番风骚走路 愣是伤敌十余人而自己毫发无损 眼看兄弟们死伤殆尽 二爷当即大喝一声 提起长柄大刀从二楼一跃而下 二爷勇猛异常 一番挥砍 杀敌足有七八 但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身受重伤 焦二爷牺牲之后 高墓带人检查现场 在二楼发现了一只鸟龙 贾桂见高墓来了兴致 当场就要教鹦鹉说话 不料鹦鹉十分硬气 净出口国粹大骂日本人 高墓一怒之下 直接将鸟龙摔了下去 贾桂帮小日本灭了焦二爷 高墓对他赞赏有加 结果之后一转脸 就把于世勋也给卖了 可高墓并没有对于世勋动手 而另一边为了营造日中亲善的假象 高墓三番五次地邀请丁福天 出任华北常务委员 但次次都被拒绝 最终高墓以女儿女婿相要挟 这才迫使丁福天勉强答应 然而丁福天这些年与日本人的合作 早已被反日组织调查得清清楚楚 当年日军进攻北平 丁福天就以所谓的保护百姓免遭战火为由 泄露了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 而正是因为此事 导致阻击日军的第29军上千名官兵 以及自发组织的几百名学生兵全军覆没 反日组织为了暗杀丁福天 将于世勋的儿子于学千派回北平 然后利用文三快女儿文成林 将他外公丁福天右手当机击杀 虽然于学千行动时做了伪装 但依旧被一旁的车巨花认出 自打此事以后 于学千他爹于世勋更加谨慎 甚至不惜放弃尊严 只为求各家人平安 这天吉也过生日 于世勋前来送蛋糕 小日本一顿狂笑 搞得于世勋一脸猛逼 好半天之后 吉也才告诉他 日本人过生日不讲祝福只唱歌 当场要求于世勋献歌一曲 老于梅哲只好硬着头皮 唱了一首中文版的《生日快乐》 不料小日本不但没有感谢 反而把他当作笑料 将蛋糕扣在了他的脸上 那一刻于世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回到家中他便告诉车菊花 自从丁福天出世那天到现在 日本人已经抓了十多个人严刑拷问 是要抓到杀人凶手 车菊花决定偷偷把儿子送出北平 然而怎么着也找不到于学千 便一路尾随文成林 跟到了他们碰面的地方 而恰在此时 已经暴露的组织联络员 又将日本特务引到此处 恰好被一旁暗中观察的车菊花瞧见 眼看自己孩子即将遭遇围捕 救人心切的车菊花 顾步的个人安危 直接叫门报信 不等几人出逃 日本兵就已经赶到 变小二在组织过程中重大生活 剩余四人从后院逃跑 可不幸的是车菊花身受重伤 但他依然催促儿子离开北平 在车菊花的催促下 于学千逃离了现场 文成林独自搀扶菊花来到了三块堂 然而枪伤需要手术 文三快一个中医 根本救不了车菊花 眼看人快不行了 文三快赶紧让人去通知于世讯 等大伙都走了 车菊花这才跟文三快吐露了真言 说当年离婚是文三快冤枉了自己 让他好好地活着 替自己照顾好母亲 车菊花这句话说完 便撒手人还了 只剩文三快在一旁不停地道歉 于世讯感到文家一顿痛苦 而就在此时 车菊花豁出性命救下的于学千 竟有乔装打扮来到三块堂 殊不知自打他进门那一刻 就已经被门外埋伏的贾桂发现了 随即便盖人冲了进去 想要逮捕于学千 没想到他身旁的秃子却突然叛变 把枪口对准了他 贾桂慌得一批 刚刚还稳赢的局面转眼就翻车了 于世讯说自打当年贾桂背着他 弄死了丁府的丫鬟春美 他就已经看出贾桂跟自己不是一条心 于世讯一顿输出队的贾桂当场认识 就在他一边认输的时候 却还想偷偷夺枪保命 好在成林及时洞察 一发手礼剑便把他送走 于世讯心灰意冷 在辞别车菊花以后 便跟大伙交代起了后事 决定将与文三快之间的恩怨翻天 并托付他办好菊花的后事 说完于世讯转身出门 直奔县兵队 击杀吉也有 于世讯一往无前毫无畏触 虽然打死多名日本兵 可他自己也身中树弹倒地身亡 一日之内接连失去两位至亲的车目 此时已是气不成声 他当着女儿女婿的木发时 一定会拿小鬼子的人头 来祭奠死去的亲人 而另一边 曾被文三快预测三个月之内 必有大病的高木 此时已经重病不起 医疗顾问海东升告诉高木 以他现在的情况 保守治疗恐怕是不行了 而手术治疗风险极大 成功概率很低 因此海东升建议 让高木请文三快医治 让人惊叹的是 文三快医不用把麦尔不用问诊 竟能把高木的病情病状说得丝毫不差 并当场拒绝医治高木 说话间还掏出一瓶毒药 一边说要与高木同归于尽 一边将药送入口中 好在侄子忽然出现阻止了他 侄子不仅劝住了俩人 而且还让他割高木放走了对方 文三快本以为此事会就此了结 不料车母进阶连暗杀数十名鬼子 自己也重担受伤 由于中医不善手术 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入院治疗 因此大火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老太太等待死亡 恰在此时 高木病情恶化 侄子上门求救 于是俩人达成条件 侄子救治车母 文三快救治高木 只见文三快让人对着赤裸的高木 泼下一盆凉水 随即看准时机会争辩此 直击高木左沸 片刻之后 一股红褐色的浓血缓缓流出 文三快胶带等血排干净以后 再吃一段时间的消炎药就可以治愈 侄子十分好奇 为什么要先用冷水胶头 文三快解释道 针刺的部位离他的心脏很近 稍有偏差就会要他的命 用冷水胶头主要是让他打冷战 人在打冷战的时候心脏会往上提 这时候再用针安全性就大了很多 经过文三快的医治 高木没几天就可以下地了 为了报恩高木不仅登门致血 还将祖传玉佩赠予文三快 见对方不收 高木便说这是信武 将来可以要求他办一件事 有了这层含义 文三快才勉强接受 然而让大伙都没想到的是 高木身边的海东生竟然是一名地下党 原来多年以前 海东生追求子豫失败后 负气前往了日本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 因为国仇家恨 海东生又带着妻子回国 在北平开了一间诊所 机缘巧合间加入了地下党 被派往高木身边卧底 日军在经历多次泄密后 这才怀疑到海东生的身上 在卧底期间 海东生多次为抗日武装提供重要情报 如今海东生身份暴露 被高木关进了大牢 文三快听闻此事便要求高木兑现承诺 然而高木明着答应文三快放任 背地里却秘密处决了海东生 为此侄子和高木闹烦 决定离开中国返回日本 文三快得知此事后也气急败坏 想要找高木理论一番 却被子豫和成林劝阻 文成林暗下决心 一定要让高木血债血肠 听闻高木要去送侄子上火车 便提前躲在了隐蔽处 等到高木出现以后 伺机一枪击杀了高木 随后便平安撤离 而文三快也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带着子豫离开北平 抗战胜利以后 街上传来鞭炮锣鼓声 文三快和子豫率领着家人 一一祭奠死去的亲友伤心落泪 而经过一声血与火的洗礼 文三快也从一介草衣 变为了一名苍生大衣 至此怪一文三快的故事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